一名单车骑士骑车到了平交道前 当时明明车篮都已经放下来了 不过他却是继续的前进骑到了车篮边 而下一秒呢竟然是直接用手移动这个车篮 闯进了平交道内 还以为这样是省了时间 但是在几秒钟之后 火车快速的经过当场撞到人 意外就发生在晚上七点多高雄移出的平交道 这名骑乘九号车的男子呢 他不明原因闯进了平交道里 当场被台铁133次的自强号列车撞上 而警方获报到场的时候 这名骑士已经明显身亡 但是他的身份呢还得要再查证 但一直到晚上了八点半左右 铁轨吸阵线单线双向放行 至于列车延误的情形 以及影响的班次跟乘客的人数 都还得要再进一步的调查 警方也强调像男子这样的行为 已经违反了铁路法的第57条二项 还有第70条 不仅会影响到其他乘客的安全 更可能让自己因此丧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写来 写去